衛生局人員突襲檢查 台南這一間當歸壓小吃店 被人PO網爆料 業者確診還開店 網友指控店家大喇喇 直接寫下 確診還在開門做生意 到底有沒有良心 而衛生局來機查 老闆被查得一頭霧水 更拿出自己快篩證明 自己陰性沒確診 質疑遭人 遐怨報復 我都有要求 就是快篩陰性才能來上班 老闆Key Put Put 說自己做生意辛苦賺錢 卻被亂扣確診的帽子 疫情期間餐飲業已經很慘 現在還被傳確診開店 生意學上加霜 沒人敢來買 乾脆提早打烊 業者或者店員 是否曾經確診 衛生局還在查 但也強調 如果民眾散播不實確診消息 恐怕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可罰三年以下徒刑 或者三百萬元以下罰還 但如果確診還趴趴走 甚至工作開店 最高可處兩百萬元罰還 呼籲還是遵守規定 以免受罰 而老闆大喊無辜 真的滿臉無奈 罰罰水晨它是微酸性電解次律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 物化器還有生成機 都給它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 可以享有優惠